有文殊薄弱经验 众生愚钝 惯不能解 那这是修行至宽的 但令念神相续 自得万世 这就是说明 八万四千法门 为什么要选择念佛 八万四千法门好 我们借出了生欢喜心 但是烦恼消除不掉 习气依然现前 细心观察自己的形象 出不了六道范围 这就要认真考虑了 出不了六道 我们齐心动念 阴雨造主 与三窝道相应的太多了 与三线道相应的太少了 不成别离 那莱森道朗就自己很清楚 贪心动念 贪心动念 贪财 贪色 贪明 贪力 摩贪 木鬼道 去了 成会心中 傲慢心中 瞧不起别人 看到别人超过自己的时候 起忌妒心 这到地狱到去了 对于四体 迷惑 颠倒 没有正知正见 出生到去了 真地 齐心动念 隐语造词 与三窝道相应的斗 三善道 是能体 道德 英国 这三样东西往往我们把它忘掉了 没有那种强烈的信心 有的时候知道错了 不应该想偏偏想 不应该做偏偏要做 什么力量在支持你 自私自利 这个力量太大了 所以说服 头一个就要把这个东西放下 多替别人想 少替自己想 自己一般生活水平过得去满足了 每天能吃饱 能穿暖 有小房子可以避风雨 行了 不要求了 再求就摄持 太过分了 难分收集 老师念佛 求生监督 这是世间最有福的人 念佛能把一个人念得痴痴呆呆 功夫成了 念得什么都不知道了 只有一句佛号 出一句佛号之外 什么都不知道 你跟他讲话 讲什么 他回答你的 阿弥陀佛 他听完之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那个阿弥陀佛 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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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间断 你跟他说话 他小声点 你的话 你的话讲完了 他大声点 可有味道 阿弥陀佛 不可思议的经济 这个人 决定上 上上平往事 上上平往事 上中平往事 不可思议的经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